《海天雄鹰》是由朱亚文、侯勇、李宥斌、杜淳、王洛丹等主演的军女剧 该剧讲述了几位顶尖飞行员 传承老一辈的海天雄鹰精神 率领中国舰载机机群 在辽阔海空上展翅翱翔的故事 该剧选角符合人物形象 代入感非常的强烈 不管是谢震宇的逐步成长 还是于涛的猛后而定 亦或是秦大帝的牺牲精神 演员们都刻画得入目三分 是非常值得一看得好去 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让敌人在自己家门口耀武扬威 一直是中国飞行员乃至中国人民的痛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已经具备研制航空母舰的条件 为此特意成立了舰载机飞行大队 因为我国在这一领域是空白的 所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包括舰载机飞行员的选拔 虽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一批优秀的飞行员 但是为了后续飞行力量的崛起 特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小组 对飞行员进行跟踪观察 只有通过对现有飞行员身体 心理各方面数据的记录研究 才能在后续飞行员选拔中 更加精准地选拔并培育出 是和中国舰载机飞行的飞行员 下出作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医生 是这次医疗小组的主干医生 他除了具备专业的医学素养外 更重要的是有身为军人的那份情怀 只是军人也是人 他们除了有对国家的那份责任外 同样也有来自家人的牵绊 秦大帝有身患重病的儿子 半身瘫痪的父亲 皮涛有新婚的妻子 年过古兮的爷爷 而下出也有自己的未婚夫 下出和未婚夫前程是大学同学 两个人从大学起就在一起了 如今到了始婚的年纪 前程的父母一直在催着两人结婚 可是前程家是做生意的 他是个妥妥的富二代 对于下出的这份工作 他们家并不认可 于是提出了结婚后 下出就必须转业的要求 可是 下出从进入部队的那天起 就没有想过要转业 一边是自己热爱的工作 一边是相恋多年的男友 下出陷入了纠结之中 前程虽然表面上支持下出 但是却从来没有在父母面前为他争取过 任由父母逼着下出做选择 而且 下出在部队做的是保密的工作 一代就是好几个月 和前程聚少离多 前程在下出工作期间 在秘书的勾引下 已经出轨了女秘书了 可怜下出 在得不到男友的回信时 还在那里担心呢 殊不知前程早和女秘书搞到了一起 长痛不如短痛 虽然前程出轨 对于下出来说 是巨大的伤害 但是现在的他终于不用纠结了 前程的出轨让他果断地选择了分手 然后继续自己的事业 并在辅导飞行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时 和谢震宇产生了感情 然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相互扶持 支持对方的梦想 最终收获了幸福的结局 随着舰载机是非大队的成立 阻拦锁的策研也提上了日程 根据之前系列队抗赛的排名 秦大帝第一个完成是非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挂锁并没有成功 以涛作为并列第一 第二个场 结果和秦大帝一样 也没有挂锁成功 轮到谢震宇时 他要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各位领导在经过探讨之后 同意了谢震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但是谢震宇在起飞时 竟然私自提高了两个速度量级 虽然谢震宇挂锁成功了 不仅鼓舞了士气 还让舰载机飞行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事后他却受到了秦大帝的惩罚 可能有人会说 谢震宇明明立功了 为什么还要受到惩罚呢 因为秦大帝是队长 他的任务除了完成任务外 还要避免飞行员受伤 谢震宇私自行动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他却低估了未知的恐怖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就会出事了 所以 出于对谢震宇的安全考虑 秦大帝才会关他禁闭 让他不要把个人的安全不当回事 对于秦大帝的惩罚 谢震宇很不服气 他不认为自己哪里做错了 直到秦大帝失明 谢震宇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研究人员考虑到 增加了两个速度量级后 成功地挂上了锁 就想实验一下 如果达到速度量级的上限后 还能不能成功地挂锁 如果能的话 就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是成功的 达到速度量级的上限 意味着危险系数地增加 秦大帝身为飞行大队的队长 最后收服了所有的人第一个上场 然而 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秦大帝在达到速度量级的上限挂锁时 锁头竟然突然地断开了 虽然秦大帝事先做好了保护措施 但是在巨大的冲力下 还是受伤昏迷了 经过抢救 秦大帝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是眼部受伤严重 三个月内要短暂的是明了 三个月不能上战场 对于一名飞行员来说 犹如三年之久 直到亲眼看到秦大帝受伤 谢震宇才明白 秦大帝为什么要关他禁闭了 因为危险与他们如影随形 他们虽然不能杜绝危险 但可以通过缜密的计划 合理的规则 来减少危险的发生 而谢震宇总是擅自行动 这无异于把自己置身在了危险之中 经过秦大帝这件事后 谢震宇终于意识到 他们可能随时丢掉生命了 在阻拦锁的测验中 秦大帝和于涛在相同的速度量级上 并没有成功地挂上锁 等到谢震宇出场时 他要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部队领导在探讨了此举的可行性后 便同意了谢震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然而 真到了谢震宇起飞时 他却不顾领导们的指示 私自增加了两个速度量级 不得不说 这很谢震宇 谢震宇在进入飞行大队的第一天起 就表现出了不服管教 不听指挥的也性 虽然谢震宇最后成功挂锁 鼓舞了士气 立下了功劳 但是秦大帝却因为他不听指挥 私自增加两个速度量级 而指责他违反了纪律 并将他给关了禁闭 在秦大帝看来 谢震宇输了系列对抗赛后 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 如今 他为了证明自己 不惜拿生命做赌注 所以他必须磨一磨谢震宇的性子 不能任由他如此胡来 不然的话 将来不定出什么样的岔子 会让他丢了性命 在秦大帝的心中 谢震宇虽然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但是他却是个好胜心急强的人 一个人 当把书赢看得太重要时 就会忽视飞行的本身 然而 直到秦大帝出事 一涛担任代理大队长时 他才明白自己错怪了谢震宇 随着挂锁测试的成功 研究员们决定 用速度量级的上限来进行测试 既然是上限 那么也就意味着 可能要面临的危险系数也会加大 秦大帝身为飞行大队的队长 他立排中一地一个是飞 然而在挂锁的时候锁头却开了 由于冲击力太大 秦大帝受伤昏迷 虽然经过抢救 秦大帝脱离了危险 但是他的眼睛却短暂的是明了 至少三个月内不能上战场 虽然秦大的受伤了 但是实验还得继续 一阵帮考虑到于涛在系列队抗赛中 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 边任命他为代理大队长 负责飞行大队的事务 如今 秦大帝不能飞了 第一是飞的任务则落在了于涛的身上 这个时候邪震宇却向一阵帮请求 接下来由他进行第一是飞 他解释 自己并不是为了争第一 而是因为 秦大帝已经倒下了 于涛不能再倒下了 不然飞行大队就没有主心骨了 原来 在系列队抗赛输掉以后 谢震宇已经意识到自己和秦大帝 于涛的差距了 现在的他只想好好地磨练自己 而且在秦大帝的信任 和队友的挽留下 他已经具备团队精神了 现在他想第一个飞 就是为了保于涛 减少后续人员的伤亡 当初他私自增加两个速度量级 也并不是为了出风头 而是为了减少后续人员的危险 可以说 现在的谢震宇已经是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了 当初秦大帝关他禁闭 着实视错怪他了